是日本最大級別的車站大樓 透明醬油 全部都是排隊的人潮 排成這樣子 而且這個經典是完全不用錢 福岡塔 是旅客都是韓國人的關係 還是韓國人特別喜歡這裡 全部都是韓國人 在我旁邊這棟建築呢 就是福岡車站旁邊的一個大型復活設施 JR伯多城 這個JR伯多城 也是日本最大級別的車站大樓 裡面有放賣福岡這邊的點心啊 伴手禮啊 還有一些時裝藥裝 很多的東西都可以在這邊買到 最上方還有一個燕林廣場 從最上面就可以俯瞰整個福岡的景色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 把它當作最後一站 就是還有什麼東西沒有買的足夠呢 就來這個伯多城稍微逛逛走走 福岡市位於日本九州北部 是九州最大都市 人口約162萬 當地的伯多灣自古以來 便是通往東亞大陸的玄關 和釜山隔海相往 福岡不僅依山傍水 自然美景資源豐富 也孕育了豐富的商業文化 並以傳統美食制度而聞名 像是拉麵、牛渣鍋、海鮮、烤雞串 餃子、明太子的美食都大受歡迎 每年吸引了眾多國內外遊客來訪 裡面有賣很多當地的一些伴手禮 裡面有賣很多當地的一些伴手禮 還有小雜貨 博多美人 地方的一些小熊熊 這是福岡版本的 熊本熊的娃娃 一番街這邊還連接著博多地下街 賣一些衣服的店比較多 還有一些鞋子、包包 比較成熟一點的服飾 有點年齡的這種感覺 來逛一下 博多的伴手禮店 瓦拉比抹雞 這好像也蠻好吃的 有吃過這個 他說這個是連續22年 收到這個金賞 最高特別金賞的一個伴手禮 感覺口味是有一點這種 雞蛋的樣貌 五顏六色的 好像每一個都有不同的口味 有些是比較這種濃的 有些是比較這種甜的 透明醬油 大家有看過醬油是透明的嗎 好多特別當地的拉麵 一封堂的故鄉 博多 它是九州七種拉麵 然後一個套裝 這樣子 1652韓歲 博多一雙 這個是四個裝的 1188塊 感覺可以買幾個放在家 還有這種炒麵 新幹線的海苔 Kamome 明太子口味 在我後面這邊就是 福岡當地非常有名的拉麵店 博多一雙 它就距離側站走過來 大約8分鐘到9分鐘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嗎 後面全部都是排隊的人潮 排成這樣子 超級多人 明店就是明店 一定要排隊才吃得到 我覺得呢 我還是放棄吃好了 那邊一整排都是在排隊的 排隊是排到整個前面的十字交叉口 畫面全部都是人 三轉間我又來到了 博多車站 一雙吃不到 遺憾啊 不過這邊二樓也有一條面食街 這裡是蠻多拉麵的品牌 沒有一雙 其實它這邊店都很小 所以剛到車站一定會有很多行李 那有些店家呢 它那個行李你很難帶進去 他就會先把你的行李放在店外面 寄放 那如果你是一個人倒還好 如果你是家庭四五個人呢 譬如說三四個行李香花 那可能真的還是要寄放一下 或比較好一點 吃完後面的那間拉麵店 叫做伊杏社 他一開始還給一個明太子的飯 吃起來呢 口感還不錯 那最讓我驚豔的是他旁邊的那個餃子 我覺得那個餃子比那個拉麵還要好吃 那馬之一到了博多港 在我後面這個就是博多港塔 從剛剛博多車站到這邊過來 大約要坐巴士 10站左右就可以到達了 大家不覺得這個博多港塔 它的面貌好像在哪裡看過嗎 其實這個塔它的設計師呢 就是曾經設計過東京鐵塔 還有第二代通天格的內藤多仲 總共100公尺高 上面還有一個離地面70公尺的展望台 現在我在這裡 這邊是博多港的地圖 其實這裡也可以坐地鐵 可以坐到烏夫町 但是你走過來需要一段時間 這旁邊裡面有一個商場 賣一些吃的還有寫紀念品 可以買船票喔 這邊到玄介島 跟自賀島 大家都想坐我後面這艘小流輪 這個就是博多到玄介島的遊船 那我們就準備上去這個博多港 來看看這邊的風景 這個博多港塔 它在2022年的時候有做過翻新 它把上面的那些玻璃 全部改成鋼化透明玻璃 所以從裡面看過去的視野 變得更加的清晰 而且到晚上的時候 這個塔呢 它也還會閃著LED特別的這些燈飾 所以在夜晚跟白天看這個感覺 我覺得我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一樓這邊就是一個完全免費的展示室 博多港的姊妹港 上海港 廣州、天津、大連、日本的遊船 它的一些模型 哇 我已經上來了 而且這個景點呢 是完全不用錢 不收門票的 我剛上來想說 它有個櫃檯 然後我在那邊等 欸 不用付錢啊 大家看這個後面就是博多港 整個一整片非常美麗的風景 這裡就是博多灣 我們前面所看到的這一片 門古島、玄界島 這些島都是剛剛在那邊港口呢 可以買船票過去遊玩的 真的是很漂亮啊 看到海景 看這個海的心情呢 自然而然就會放鬆 但是因為它是免費的 所以看得出來 其實它上面這些設施呢 就感覺比較陽春一點 不過我覺得已經免費已經很不錯啦 不然一般這種掌控台上去 一個人至少要收個1000塊左右 那我現在來到的是福岡市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就臨近著福岡塔的附近而已 所以這個景點可以順便一起走訪 福岡位於日本弧形列島的西邊 緊鄰的是歐亞大陸跟朝鮮半島 所以自古以來當地的居民還有生活呢 就比其他日本地方還要更早能夠接受外國文化的洗禮 而這個福岡市博物館裡面最著名的兩大產品 一個就是漢窩弩國王精硬 另外一個是連昌時代的名刀 日光一字文 而且這邊進去的門票呢 只要200塊錢 非常的便宜喔 那就趕緊跟著馬自一進去看一下這個博物館裡面 都珍藏些什麼樣的寶物吧 福岡自古以來作為九州的群官 在過去數百年裡為中國和朝鮮半島貿易的重要據點 約在七世紀時 伯多金就已有日本最古老的外交設施 不僅是潛唐使的出發地之一 還建有接待外國使節的鴻爐館 十七世紀初期黑田市興建福岡城後 以納克川為界 西側是以武士為主的陳夏丁福岡 動策則是以商人為主的博多 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期 福岡與博多共存 各種當地文化孕育而生 像是博多汁、博多人形、奇緣山麗等在地傳統 福岡從明治時期到昭和 以煤炭、鋼鐵、機械、電力、化學為主要產業的 北九州工業區規模不斷擴大 為日本近代工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即使在二戰期間福岡市也遭到美軍的空襲 但戰後迅速復興 目前每年也以一萬人口增長速度發展 2015年超越省戶市成為日本人口第五大的城市 而在福岡過去還有一個小故事 福岡曾作為黑田市的五家定額返盛 而博多作為國際貿易港口自古以來以商業之城而繁榮 1889年設定城市民市 就曾以應該取名為福岡市還是博多市爭論不休 而當時的市議會表決也以戲劇性的相同票數降持 最終經由福岡地區出身的議長 投下了最後一票定名為福岡市 但作為這中博多二字仍在福岡市內相當常見 現今位於市區中心最大的車站就名為博多站 目前城市也以天神博多雙中心格局持續發展 成為九州最大的城市 也是政治經濟交通重要的據點 那我已經從博物館出來了 出來之後這邊還有一片很大的湖 它這個博物館整體設計我覺得很漂亮 就是設計很有這種歐式建築結合現代的感覺 裡面最著名的漢窩奴國王金印 其實你在一進去的時候呢 它第一個展示的就是那個藏品 雖然之前早有耳聞就是那個金印是非常的小 但你親眼看到的時候也是有點不可置信 真的超級小的 大概這麼小一個 然後它就放在那個中間小小的一塊 旁邊全部都是暗暗的上面打光下來 所以你也要很仔細才能看得出來那個金印到底是長得什麼樣子 你看看的 哇 大家看一下 馬塞背後這座高塔 這個就是福岡當地著名的地標 福岡塔 這個福岡塔是當時1989年 亞洲太平洋博覽會所建造 全長總共有234公尺 在三樓還有一個sky view 從那邊就可以俯瞰整個福岡非常漂亮的景色 這個福岡塔也是日本最高的海濱塔 從東邊就可以看到福岡天神的街景 等一下晚一點我們再來看夜景 因為現在要夕陽了 福岡海濱公園那邊的夕陽也是出而名的漂亮 旁邊好像有個電視台的吉祥物 好可愛 從這裡到福岡的市中心 就是博多那個地方 我覺得有一點距離 而且我剛是坐公車過來的 大概坐30分鐘左右 在我後面這邊就是福岡市海濱公園 這裡的作為約會聖地非常有名 而且在這個公園的後房那邊 還有一個人造的人工沙灘 在夏天的時候 那個沙灘就會有些人在那邊打沙灘排球 或是替沙灘租球 哇這裡真的我覺得很不錯 如果大阪有像這種地方就好了 它就是一個很大很大一片然後 靠近海很放鬆的一個地方 是旅客都是韓國人的關係 還是韓國人特別喜歡這裡 全部都是韓國人 其實大阪也是海港城市的 但是它像這種有沙灘的地方 可能就要跑到比較南邊一點 所以平常應該也是有一些水上活動 旁邊有看到有一些那種水上摩托車的樣子 請問一下 完蛋 好 我做了 我不能吃 我做了 我做了 有趣 我做了 我做了 我已經進來展望台了 雖然它是三樓 但是它這個高度非常的高 感覺有點像是東京鐵塔的那種感覺 湖光塔是234公尺 東京鐵塔是333公尺 晴空塔是634公尺 晴空塔是裡面最高的 這邊有一個地區是需要拍一個拍照的 在前面那個地方有一個三角床非常的漂亮 如果大家有來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拍一下 因為那個佛景確實真的滿漂亮的 之前去過這麼多的展望台 我來做一個評比 我覺得第一個它的800塊真的非常的便宜 所以800塊可以看到這個景色 我覺得CP值是非常的高 其實它景色雖然沒有到很讓人驚豔 很像這種東京可以看到這種大都市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它的特色就是你可以看到城市的街景之外呢 你也可以看到波多港那片海濱的景色 而且不只從裡面看外面很漂亮 從外面看過去也很漂亮 然後外觀就是一層這種藍藍的 然後還有一點黃色跟綠色的點綴 我來看她看